健康好簡單 每個人都有遇到生病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覺得是小病 所以就會自行到藥房去買藥 但是我們常常買的這一些藥品 到底可以這樣子隨便一直用嗎 到底會不會對身體有什麼傷害 我們也幫觀眾朋友整理出了 台灣民眾最喜歡去藥房買的 幾種藥品 我們等一下易奕來討論 來歡迎今天的三位選家 請教一下王醫師 到底台灣人多愛去藥局買藥 其實應該說 一般的小感冒 或是一般的那些腸胃炎 不管是吃壞肚子 或是鼻子在流鼻水 其實大家習慣是可能如果說 不是那麼多時間來看醫生的話 還是會用一些簡單的陳藥 其實看我們一些 一般的廣告裡面 其實陳藥的廣告真的滿大的 所以表示說它在市場上面 是一個有它的需要性 或是有它的佔有率 所以一般的民眾 接受這些訊息之後 他基本上就會去從事這些買賣 然後先來吃 在我們臨床上的經驗 有可能大概有五分之一 到四分之一的病人 可能都是先吃完這些陳藥之後 效果比較不對 差一點少來醫生 然後再跟醫生講 他已經先吃過什麼什麼的 是 那我們就整理出了 到底在台灣 我們最常去這個陳藥的地方 買的藥是哪一些 第一個就是胃藥 第二個是綜合感冒藥 第三個是琵琶糕 第四個是清涼軟糕 正巧這四個我都買過 我也是 對 好不平凡 好普遍 好像家裡必備常用 而且在家裡面 必備的抽屜裡面 大概就是這一些藥了 我這邊有個數據 是根據 我們來根據健保局做過的統計 很可怕的一個數據 台灣民眾每人 平均一年使用超過 一個人 一年要使用超過100顆的胃藥 一年使用100顆 一個月要使用幾顆 一個人的話 大概其實一個月大概用在10顆 10顆 那我不止了 那我餵病的就不止了 在我以前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很多 尤其是中南部的一些人 他們可能真的是 醫療不是那麼方便性 他真的靠這些胃藥吃到最後病人 胃穿孔或是胃出血 會耶 真的問題沒有解決 一些症狀稍微就是掩蓋下來 對 可能那個潰瘍越來越大 潰瘍穿過去就是變胃穿孔 天啊 如果潰瘍剛好下面的地方 胃穿孔所以你就會胃出血 可能胃出血是就是 它的黏膜下面有血管 那個潰瘍吃到那個血管 它就會血就飆出來 病人就會解黑變 那是可能只有到黏膜或黏膜下 那月穿孔的話是整個穿過去 因為我們整個胃黏膜有三層 它已經穿過去了 那如果胃穿孔的話 就變成急性腹痛 可能就是腹膜炎 那個就是屬於嚴重的疾病 那現在在這個時代 病人大概基本上 因為我們的健保真的是 照顧到滿多的人 這種個案應該說在大院 甚至醫學中 已經變得非常少見 比較少了 OK 我們不耐煩去大醫院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 在家附近的一些診所會去看 因為以前 你知道其實現在 有一個統計數字就是說 因為台灣人去醫院看醫師拿藥 都會跟醫生叮嚀講說 有三分之二的人 都會跟醫生叮嚀講說 你要幫我加胃藥喔 我會胃脹脹喔 你知道嗎 可是通常現在有很多的 就是說胃藥需要自費 對 不給付 自費藥 對 然後可是有些民眾覺得 醫院自費比較貴 那我到藥妝店自己去買胃藥 自己去買胃藥 所以胃藥為什麼氾濫這麼多 就覺得好像吃這個藥 我一定會胃不舒服 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尤其是老人家 你有時候發現到 他打開那個冰箱 或他的櫥櫃裡面 他的胃藥比他所有的藥都還要多 都還要多 對 所以這是我們國人 一直在浪費醫療資源的部分 所以你胃藥吃太多 對胃也是一個負擔嗎 我們常說有些人 胃本身是因為他認為 他可能胃酸過多 吃了很多致酸劑 其實胃酸在我們胃裡面 是有一定的保護作用 甚至我們在以前臨床上看過 本身可能病人本身是什麼 是胃癌 他本身是胃癌的現象 可是病人一直認為 他就簡單的胃痛 可能一直吃藥 一直吃藥之後 等到那些胃癌 那個腫瘤變得很大之後 可能已經變得到第三期 甚至到第四期後 再來發現的話 其實這樣子就有很多 淹誤了病情了 OK 所以在中醫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比較不傷胃的方法 第一個我帶來就是 這叫做肉桂片 肉桂片 有時候喝咖啡有時候肉桂片 有 肉桂片 有時候你吃冰的 你就覺得胃會痛 中醫叫做胃寒氣質 你的胃部功能比較寒 就是功能比較低下 氣質就是你的腸胃乳動 堵在那邊 我們就肉桂片 跟薑的作用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的確你會比較怕冷的 容易胃部會冷痛感的 可以加一點薑 肉桂片 我再帶著叫做山楂 山楂 鮮楂 基本上山楂也是消激化石 我們現在有人吃多了 你就會堵在那邊 所以有時候一吃東西 就容易肚子容易悶脹感 你就可以加一點山楂 消激化石 還有一味藥 是我們臨床中醫師最常用的 有點小小的 叫鹽湖鎖 鹽湖鎖 鹽就是鹽長的鹽 骨月湖鎖 鎖取的鎖 鹽湖鎖 中醫就是活血利器第一藥藥 它是一個音速科的植物 任何的肌肉痛 胃痛 拼化肌的收縮 我們都會加鹽湖鎖 所以大概來說就是 比較屬於溫味的 還有消激化石的山楂 還有剛剛提到鹽湖鎖 我來介紹 我們在不吃藥上 有沒有一些穴道按摩 我覺得滿有效 我聽說請很多患者 當下做 就是胃痛的時候是不是 對 有時候 就是在肚臍 跟胸骨的漸突的正中間 事實上就是胃下緣的部分 在這一塊 這叫中管穴 在這個地方常按壓 女孩子力量不夠 你可以做兩手的 順時鐘或逆時鐘都可以 這樣按壓 或至少你按著 叫內關穴 內關胃心胸 有消化不好的時候 就會當下悶你就常按壓 事實上當下就滿有效果的 兩手都可以做的 左邊按 按按右邊 對 兩手都對壓 你容易緊張 容易心跳快 胸悶煩躁 你就可以兩手都可以按壓的 叫內關穴 內關胃心胸 就記得這五個字 好 所以中管跟內管 就是食療也好 穴道按摩滿有幫助的 胃藥還有什麼胃傘 胃乳片 這一些要怎麼樣去區分 的確在我們現在在藥局 大概有三種跟胃藥有關的成藥 我今天也帶來大家常看到的 第一個就是比較 最多的就是胃腸藥 就散劑 散劑 對 腸胃散 腸胃散這個是有點比較 成分是什麼 綜合 對 的確綜合的 一般我們的胃藥 它主要三種成分 第二是致酸劑 第二是我們的 就是潰瘍的癒合劑 就是讓你的胃黏膜 做一個保護的 第三個王醫師有提到 就是我們抗精卵的 放鬆的 大概就是致酸 那你吃這個胃傘可以 對 我就都可以治 可以折壁老張牌的是不是 還有一些消化酵素 可以那個消臟器 對 消臟器 折壁老張牌 所以這個傘劑也滿多的 中藥也好 西藥也好 如果像我這樣症狀都有的話 我可以這樣吃嗎 我們先把它講完 這個是要根據 還是要根據你的病症 這假如說它的確有一種 它裡面大概的成分 我已經有帶來 一個叫做冰片 一個叫做薄荷腦 冰片 你吃這些胃腸散 瑞琳有沒有感覺到 你吃涼涼的 對 就跟我們皮膚擦一些 涼涼的腰道 對 它就讓你達到一種鎮定 我們這種冰片跟薄荷腦 它在內服的外用 它都是一種鎮定止痛的作用 你覺得比較不痛了 其實痛就是告訴你 那邊出問題了 那你把它止痛了 是不是就好了 我們都叫斷腱療療 必該名張 對 對 把它劍斷了你病就好了 事實上不是這樣 第二個這種劑型也是滿常見 就是這種乳劑 胃乳片的 它是乳劑的 它是液體狀的 吃下去你就覺得 胃有一種放鬆 它大部分一個幹就是 保護你的胃黏膜 它這重要的精神 還有第三種就是咀嚼片 就是用咬的 這個先咬一咬 它在胃裡面可以快速 形成一個保護膜 大概有這三種劑型 不過來說 最重要是這些胃藥 都要跟我們吸藥 都要隔開半小時到一小時 不要直接服用 而且我覺得這些胃藥 大概一個精神是止痛之外 我覺得它比較不合適是怎麼樣 就是說你可能 你當下吃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胃酸得到中和 可是你的胃會覺得你一直在 你的胃酸缺乏 它就一直會分泌 所以有時候不見得它就是 會讓你我們身體的免疫調節 反而出了問題 而且這樣一直吃胃酸的藥 有時候你的胃腸細菌 就會有點破壞它的平衡 有時候你那個胃腸細菌 我們知道幽門感菌 可能就會得到一種 更容易擴散開來 所以這個胃藥 它還是一種處方用藥 所以絕對不建議這樣子 單獨來使用 所以如果有人是天天喝呢 我真的有朋友買乳 這味乳對不對 一罐 對 然後他們覺得好像就是 胃有一個保護膜有沒有 因為保護膜做得很好吃 是甜的有沒有 吃喝咖啡 就不會胃食道逆流 那可以嗎 這些簡單的保護劑 其實它本身 我們身體是能夠排泄掉 可是我們回到一個重點說 你本身有胃潰瘍 或是胃食道逆流 其實你要先從一個 你的生活飲食去調整